Hello 大家好 正所謂YapYapYayou 做甚麼好 沒甚麼做 記住Tactically好不好 今天又說甚麼呢 其實都是說回NFT 根據我的記憶已經事隔了差不多兩年了 記得兩年多前 NFT是一個非常熱衷的話題 很多人都說這是時代的趨勢 亦有很多人預言說將來NFT一定會大賣 我們今天說回研究報告 其實兩年過去了 NFT其實現在在市場上大家都有目共睹 根據一些人查過 其實大致上接近95%以上的NFT已經毫無價值 就算剩下的數個% 大部分已經失去價值 很多可能當初是天價 現在先不要說他有沒有價值 就算有價值 還是沒有人會買的 有很多基本上價值是零的 為甚麼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其實有很多因素 首先 作為普通人來說 不需要理解太多 首先我問問大家 直到現在 你們對於NFT的理解是甚麼呢 到底甚麼是NFT呢 我自己第一個想法就是NFT就是一張JPG 一張圖 網上一張圖 不是甚麼來的 有些人就說 當然不是啦 NFT不是那麼簡單 保障創作者 對於我來說 我到現在仍然覺得他只不過是一張JPG 這個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就是一般人 大部分的一般人 都覺得這件事就是一張圖 縱使那些 懶得知很多的 其實NFT的概念 他們的精神不是這樣 沒有意思 因為到現在NFT的概念 就是我對我大眾 保羅大眾就是一張圖 這個就是正正的問題所在 因為其實你市場的交易 有錢人永遠都是小數的 全世界是佔幾個% 剩下的90%都是普通人 普通人怎麼想才是最重要的 有錢人怎麼想是他們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一定是靠普通人 正如一隻手機遊戲裡面 你土豪永遠都是佔小數的 你當然要土豪班圖 但如果你想想 當你一隻手機遊戲的伺服器裡面 沒有了普通的無貨窮人的話 你其實只剩下土豪是沒有意思的 因為土豪也需要向一些人 炫耀一下他們的貨那麼多錢 你明白 你這個市場裡面 如果沒有了一般人的話 剩下的都是那些有錢人 左手交右手 遲早是玩不住的 所以其實NFT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的概念還沒有解釋 另外我想起高達裡面的新人類 你永遠無法解釋新人類 你不可以很清楚解釋到 你說極都說不到那些是甚麼 NFT就是死了 懶是有懶是有深度 搞那麼多東西就是JPG一張 所以是寶羅大眾不認同這件事 你想想 沒人炒賣的價格 自然就上不了 沒有人接手 即是沒有需求 其實你的價格也一樣會跌 最後就弄至現在這個局面 當然這個純粹只是我這個 中學畢業的人的分析 可能有更多市場的原因 我們不理會 我也不需要知道 然後第二件事就是 NFT為什麼價格會跌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 其實NFT其實是任何人都接近 任何人都發佈到 他當初亦都沒有監管 任何人都可以發佈到 這數年來 他兩年前是NFT很多人 討論的時候 就是阿豬阿狗都可以搞NFT 即是無限量供應 即是你不斷印銀紙都會貶值 即是連Sunny哥哥這些又說NFT 即是這些完全沒有繪畫天分的人都可以說 都可以作為一個藝術家出道 簡單來說 寶羅大眾就會對NFT的概念認知 就覺得這些條件很便宜 即是你連MIRROR都可以上到 MATFIRST TAKE 這個FIRST TAKE 我覺得根本就是 你又不是Sony自己的賣廣告 阿豬阿狗都可以上到 即是阿豬阿狗都可以發佈NFT NFT那麼大不了 即是他都沒有專業性在 已經說真的 對不對 不過這也是一個後話 簡單來說就是NFT的無限供應 變相他那個 稀有性或者市民對他的珍貴度 就大大大不如前 當然啦 NFT的擁護者就說 你NFT每一張都是獨一無二的 是不是廢話啦 獨一無二的 你新的哥哥那些 濕狗組合 就當是一張 當然是獨一無二啦 你那些 眼眉又換一換 眼珠又換一換 就當是一張新的 你玩完啦 獨一無二 那你即是 即是你 即是你online game 做人物的時候 你的皮膚顏色 不是很多種的 那你獨一無二的 你整個databate在這裏 任去怎樣做 即是這樣就可以賣 其實這件事很白癡 其實我不明白 我兩年前已經不明白 但兩年後我也是這樣想 就是我當時就說 這群人是不是沒有玩過online game 我想問一下 即是他們說 NFT那些 土地 蓋房子那些 我心想 你不如在MF14買房子好過啦 根本整個概念就是online game的概念 我真的很懷疑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沒有打過機 所以我當時就不明白 那跟online game的有什麼分別 結果兩年後我也是抱有這個疑問 那這些東西根本就是online game的東西 對不對 整件事就很弱智 很反智 當年就不知道為什麼 錢 有時候錢很容易賺 第一水的那些 第一水永遠都是賺的 之後那些叫做韭菜 被人割韭菜 就是這個例子 既然說起Sunny哥哥 順帶提一提 Sunny哥哥其實真的是 這個巨星怎麼找來呢 其實無可否認 他都是由NFT開始 當年他就是 趕上這個尾班車 名符其實的搭沉船 雖然這艘船都是鐵達利號沉沉的 但是加上Sunny哥哥的乘搭之後 就馬上沉了 算這個事當真 其實之前都被人罵爆 情況下 仍然是 想推出NFT 那為什麼呢 當然是想賺錢 有錢也不賺 反正他 當年自稱NFT已經賣光了 即是淺二代 九菜二角 不知道當時那些 正好興高采烈抽到的 不知道什麼 看見那張圖真的很可憐 我真的不明白 現在Sunny哥哥的圖 是會有人喜歡的 我真的客人問號 即是當年 你現在看的話 當然是說很可憐 但當年他那些畫 很多死宗追捧 說很漂亮 我真的客人問號 結果 NFT事件 他們進行解畫 什麼NGO 不知道怎樣怎樣 然後 當時他抵了臭臭 但我覺得NFT不是一個 真正擊貨他們的原因 因為事後的淘寶事件 才令到這兩個人的人切崩壞 但我想說 當時我就說 Sunny哥哥最先要做的 應該就是查出哪個內奸 因為淘寶那件事很明顯 有內奸 說得出Sunny哥哥的帳號名稱 才令到 淘寶那邊提供資料 到底這些很明顯是知情人士 做的 到時至今日 還未找到這個 我最有興趣是知道 到底是誰做的 這件事 肯定是他公司的職員 即是知情人士 這件事是肯定的 基本上 但是 這可能是永遠都一個謎 只要Sunny哥哥一人不復出的話 這個謎題都難以得知 今天就是這樣 總之大家以後對著這些虛擬東西 留給他虛擬算了 虛擬玩虛擬就不要丟錢 課金去抽 手機遊戲的虛擬東西 起碼你都知道自己 起碼你都是實在 但是你買這些東西 只是紮血本無貴 我只能夠說 好沒有補償 更加不要說最近JPG JPG那件事是另一個 情況來的 即是那些是有入無出的 類似倫敦金 那些跟虛擬東西 其實不是太大關係 是平台有問題 這次影片就先到這裏 我們下次見 拜拜